亚马逊河作为世界第二长河 水流量世界第一 同时也是动植物的天堂 但是 它绝对不是游泳者们的天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游泳者敢横跨尼罗河长江密西西比河 甚至是充满泥沙的黄河 可他们不敢在亚马逊河里面游泳 因为在亚马逊河里面游泳 堪称在地狱门口晃游 轻则重伤 重则直接原地去世 就让我们来看看 亚马逊河里面都有哪些危险 亚马逊的河流之王 是世界上最大的蛇类 森然 又叫绿水然 著名电影巨兽狂妄之灾的主角 最长个体可以长到10米 体重225公斤 对他来说 一个成年人丝毫没有压力 因为光是他的腰 就和成年男子的腰一样粗 不过 森然并没有吃人的记录 他在感到自己 有危险的情况下保护自己 曾经有位科学家以身犯险 穿着特制的衣服 让森然缠绕着他 实验结果显示 只需要10秒 森然就可以用自己的死亡 缠绕让一名成年男子 失去反抗力 让骨骼破碎刺穿内脏 从而失去生命 因此 虽然森然没有吃人记录 但是他也威名远扬 在亚马逊河流里面 他是无敌的存在 人生吃凯门饿水豚等动物 如果在亚马逊里面游泳 不幸遇到森然 他会认为人类在入侵自己的领地 于是就会攻击人类 他倒不一定会吃掉人 可能会丢下一具僵硬的尸体 这个时候 尸体会引来一群恐怖的鱼群 食人鱼 食人鱼又叫食人鲮 是一种生活在亚马逊河的淡水鱼类 体长30厘米左右 身体短而肥 腹部呈现红色 因此学名叫做红腹聚规制里 食人鱼通常接群出没 和陆地上的狼群习性相近 于是又被称为水中狼群 但是食人鱼生性很谨慎 它们不会随意攻击水里的一切动物 而是依靠自己发达的听觉 来判断这个动物值不值得集体出动 如果动物身上有伤口 那么食人鱼就会认为猎物很虚弱 可以一战 它们嘴里的牙齿非常锋利 和手术刀一样 能轻易剔下骨头上的肉 由于是群体出动 因此就算是一头牛吊进水里 也会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内 被啃得只剩骨架 食人鱼捕猎有点看心情 它心情好的情况下 甚至可以和人类共游 可是如果饿了 那么游泳者的处境就会很危险 如果不幸在游泳过程中 划伤了皮肤 那么就等着被食人鱼围攻 值得一提的是 食人鱼属于水浒鱼 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有些食人鱼是吃种子果实的 偶尔开荤 比如帕库食人鱼 它主要吃植物的种子 但是在食物匮乏的季节会吃肉来 这是一种独居的食人鱼 体重有18公斤 咬合力惊人 帕库食人鱼会主动袭击人 而且最喜欢咬人类男性的生殖器 2011年 亚马逊和刘裕就曾发生过两名男子 因被帕库食人鱼咬到了生殖器 最终感染身亡 除了食人鱼 还有一种鱼类 在亚马逊河流里堪称一霸 那就是电蛮 电蛮严格来说不是蛮鱼 在基因上更接近于粘鱼 它并非自身带电 而是自身产生电 通过自身的肌肉细胞收缩产生电压 在电蛮身上有一片肌肉群 是专门产电的 能产生300到800伏的电压 要知道人类的高压电电压材 380伏 电蛮瞬间的电压超越了人类的高压电 电蛮喜欢在浅水和浑浊的水中活动 拯救一个浑水摸鱼之辈 然而它放一次电连森燃都扛不住 更不要说经常受害的铠门肉 当人触碰到电蛮触电后 整个人会失去知觉沉入水中 发生窒息溺水 如果这个时候周围有一群食人鱼 他们察觉到人类已经晕过去了 全部一起上把人吃个干净 电蛮虽然放电电压高 但是不持久 因为持续放电会让它的肌肉 处于极度收缩的状态 久了就会累 所以亚马逊当地人捕食电蛮的时候 会先去逗它 让它把电放完 之后再捕捞它 并且电蛮上来后不要用铁器 而要用木棒将其敲晕 因为曾有过渔民用刀砍电蛮 结果触电身亡了 要问鲨鱼中谁商人最多 很多人会说大白鲨 其实在牛鲨的商人记录面前 大白鲨都算比较温和 牛鲨商人多的原因在于 它是唯一一种咸淡适宜的鲨鱼 也就是不管咸水淡水 它都在里面能活 这导致它经常逆着亚马逊河流上 进入淡水区 牛鲨全名叫做公牛真鲨 看名字就知道 它的脾气和公牛一样 非常火爆 经常会顶翻当地人的渔船 然后商人 牛鲨的体长有两米左右 一口大尖牙终生生长 所以它咬一口 比得上食人鱼咬一百口 如果以为入海口 没有食人鱼 也没有电蛮和森染 于是跑去那里游泳 那么就有概率碰上牛鲨 可能是这个原因 牛鲨成为了比大白鲨还要危险的鲨鱼 以上说的这些都是凶猛的掠食者 在亚马逊还有一种鱼类 它们看似弱小 但造成的伤害超过了以上这些凶猛动物们 寄生年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鱼类 只有五厘米左右的长度 它平日的生活就是寄生在各种鱼类的腮上 以吸食大鱼的血液为生 腮相当于鱼类的肺 因此富含血红蛋白 用于孕在氧气 这对于寄生年来说是天赐的美味 然而 寄生年对于人类的某一个位置 也是情有独钟 那就是人类的尿道 根据分析 这是因为鱼类腮的分泌物 与人类尿液成分比较相近 寄生年将其误认为是鱼腮 并对其进行寄生 寄生年的腮上面常有导钩 可以牢牢固定在鱼类的腮上 搭顺风车 进入人类的尿道后 它也会用这个倒钩固定在人类的尿道上 令人痛苦不堪 寄生年会在人类排尿的时候 钻入尿道 因此亚马逊的本地人 即便憋死也要上岸方便 否则被寄生年粘上 那真是不死也要残 因为一旦被寄生年钻入 一般的方法是 取不出来的 必须去医院进行外科手术 根据统计 亚马逊流域 造成人员伤亡最多的鱼类 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凶猛捕食者 反而是小小的寄生年 除了以上的动物们 在亚马逊游泳 还有一个危险需要面对 那就是亚马逊多变的天气 亚马逊属于热带雨淋气候 年降水量在一万毫米以上 有十一次性的降水量 就有一千毫米 比一些地区一年的降雨量都多 这也导致亚马逊地区 经常洪水泛滥 在亚马逊里面游泳 如果为了防备动物们全副武装 也逃不过暴雨和洪水的攻击 亚马逊的流量非常巨大 哪怕是一艘巨轮在它的卷鞋下 也如同一夜偏周 更不要提人的血肉之躯